繼續來到新北市的淡水 這個公車在回來的時候 無小心把三大堆的車湯來弄弄破 這個水泊是噴到公車頂到頤仔頂 四個都是 身體只有一個無小心 就會去撞到胸 但是書記並沒有停車緊急來處理 是一路把公車塞回中站 車頂的身體是何要怕死 也把這個飛險的瞬間吸入來 這個公車可以看這個洞門都破掉了 公車繼續可以 車頂還有人客 這種保雷看起來很危險 民眾用手機進來 這個公車好像是燒業料 這個洞門的保雷破掉 連說三民保雷都破一半 車頂都是保雷皮 連人客坐椅子也有 那如果不設置 真有可能會掛到胸 車一直這樣 這個書記完繼續可以 給民眾中驚 開公車的人的問題而已 等他說這個角度 你要拉多少才轉得過 那你就是要自己去平衡 好好的頭門的保雷怎麼破掉 頭的公車旁邊這個頂子 端子頭可以看到發生事情的東西 這台公車要回到 好像是要閃對面的公車 切得不太好 才會撞到路邊的交通貨幣 撞到車不停下來繼續撞 這次撞到三大片 他們的保雷都破掉 這個書記也沒有停下來 所以處理 繼續將這台保雷已經破掉 公車塞回去中站 車上人說這個真的有很危險 家在沒發生意外 如果沒事情就大條了 感谢观看